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叫做 我和我家附近的野狗们 文图是赖马 信仪基金出版社出版 小朋友你有碰过野狗吗 想到野狗 yoyo就想到小时候啊 坐在摩托里面 摩托车上面外公载着我 后面啊常常会有一些野狗 追着我们的摩托车跑 哇我好害怕哦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 还是你是走在路上 曾经有野狗跟在旁边呢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英文单字 我想大家都知道 狗狗的英文单字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哇有小朋友好厉害耶 对了狗的英文单字就叫做 如果是小狗呢 刚出生的小狗叫做 小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 我家附近有好多野狗 它们又脏又臭 还会到处大小便 听说啊 它们有时候还会咬人呢 这实在太可怕了 每次我出门的时候 都很害怕 有时候啊 我会装成一棵树 结果却踩到了狗大便 我还画了一张到学校的地图 为的就是要找一条 没有狗的路 我的同学阿吉也和我一样 每天都要绕好远的路 才能到学校 我超怕那只野狗的 我也是 爸爸说很多野狗 本来都是有主人的 因为某些原因 被主人赶出来 才变成了野狗 狗好可怜哦 我觉得那些养狗的人 真是太不应该了 星期六晚上 街上传来一阵吵杂的声音 原来是捕犬大队来了 隔壁的阿毛哥哥说 被捉走的野狗 只有少数会被收养 其他的都会被处理掉 我听了 啥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 我在草丛中发现了两只小狗 肥嘟嘟的好可爱哦 没想到 又脏又丑的野狗 会生出这么可爱的小狗 狗妈妈不在他们身边 是不是被抓走了 我想养他们 爸爸说 你要养小狗 你就得每天喂它吃饭 带它去散步 还要帮它洗澡 清理它的大小便 万一生病了 你还要带它去看兽医 这些你都做得到吗 嗯 我想了一想 嗯 还是抱抱我的小布狗就好了 小朋友 如果你想要养狗 请先回答 悠悠以下的问题哦 这是赖马提供给我们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的爸爸妈妈和其他的家人 都同意给你养狗吗 也都愿意跟你一起照顾小狗吗 如果不是 那你就不适合养狗 还有 狗有十几年的寿命 你可以一直照顾它吗 如果不可以 你不适合养狗 再来 你有养小狗的地方吗 狗狗可不能一直被关着 它需要有空间跑来跑去 如果你没有一个空间来养狗 那你就不适合养狗了 再来 你知道怎么照顾狗 也知道怎么对狗最好吗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适合养狗 但是 若是你的爸爸妈妈都同意 跟你一起照顾小狗 而且你也愿意 知道说 狗有十几年的寿命 你可以一直照顾它 而且你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能够让你的狗狗 有地方可以住 再来 你知道怎么照顾狗 你有去研究 你有读过书 你有去知道做什么对狗狗最好 诶 那可能你可以养一只狗咯 所以小朋友 先回答以上的问题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来养狗 因为养狗是一辈子的事情 要好好的照顾它 不然它可能就像 这个故事里面说的流浪狗一样 被丢弃在外面 非常的可怜 今天我们教的英文单字是 狗狗 dog 小狗 小baby的狗叫做 puppy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